大家好,我是巧牛 您現在收看的是阿漢看球區 我想要的就是 教練可以比較嚴格一點 就是不要讓他 現在是太散漫了 希望說 會讓自己的酸手 有一個殘痛的教訓 高層也要讓酸手 比較繃緊一點 讓他們比較認真一下 就想那時候 我感覺 教隊要和平相處 對友要比較團結 義軍的人要訓練過 新的人要認真跟他培訓 我突然覺得我台語好爛喔 蛤?可是我不想台語 義軍的地方的人要換 要換義軍的人 可以嗎 義軍跟換就沒辦法 要換內心的人 要換內心的人 我覺得是像是16年奪冠班底很多是漸漸老化 然後我覺得是新生代要慢慢上來 像是統一或是其他球隊他們 他們新生代都慢慢起來 選秀的那一堆這樣子 我覺得二軍系統的 訓練的體系可以更完整 像去年那個 艦載教練回來之後 把二軍幾個 新秀投手訓練得很好 那我想說 這方面是內野的 守備啊 或者是打擊 也能夠有一個完整系統的培育 這樣對未來 球隊的基礎上會發展得更好 我覺得那個 副榜打線啊 調度要靈活一點 不要 迷心旅外球員 然後打不好了 就下去調整 讓打得好 金黃火燙的上來這樣子 然後 對就是 教練不要投鐵啊 對 OK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不要忘記到粉絲團點個讚 或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唷